光刻机巨头ASML 爱思摩 相信大家都有知道这家公司 如果没有听过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看我之前的视频 有专门的去讲它 里面有说到什么是光刻机 为什么只有它有最先进的光刻技术 ASML多年来都是一家独大 每一台最先进的手机 电脑还有亲贴AA浪潮下 数据中心用的每一张芯片 都必须用到它家的光刻机 才能够生产出来 但是最近它却爆雷了 在10月15号这一天 它的股价下跌了17% 对于一家普通的公司来说 股价一天内下跌个17%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对于ASML来说 是从2002年它上市以来 股价下跌最严重的一次 因为这么多年 它都是一家独大 垄断式的存在 没有什么能够撼动它的地位 包括它的股价 欢迎来到M.C.F. 我是M 今天我们就来说 高端光刻机市场半导体的巨头 ASML 为什么会爆雷 下跌了这么多呢 那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连台积电 都不再去买它的光刻机了呢 那它到底还能不能够翻身 再一次拿回它的霸主地位呢 本来在AI浪潮席卷半导体业界的时候 很多人都对设备世界第一的ASML信心满满 很多分析员都预期 它的总订单量能够维持在一个高的水平 毕竟它在2024年Q2的订单 就达到了55亿欧元 没想到的是它最新一季的净订单量 足足比预期缩减了将近一半 只有仅仅的26.3亿欧元 它的股价会跳水啊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净订单量大幅的下降了 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ASML的财报的话呢 我会发现它的营收能力啊并不差 甚至比过去几个财政季度啊都要好 而且收益比率呢仍然是维持在极高的水平 那最近投资人们啊对它有点失去信心了 是不是有点多余了呢 哎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 担心呢还是要有的 这案里啊我们就要好好的去说一说 ASML的独特运营模式 它卖的半导体设备生产周期啊特别的长 从收到订单到开始生产再到复运 至少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这里啊还没有算上waiting list的时间啊 不是说你付了钱下了订单马上就去给你生产的 ASML呢它的产能啊是有限的 而且啊它的技术呢几乎是垄断的 不仅科技界依赖它 芯片生产商啊也非常依赖它 那你说它的产能能跟上吗 所以不管是他们家最先进的EUV 极磁外光刻机 还是给成熟志成用的 生产外光刻机地域巫威啊你都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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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等待的waiting list啊也不是一般的长 客户啊一般都是提早的乖乖的付完了欠 然后等它去发货 那在以往啊大家都挺建议去买ASML的股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啊已经预先的告诉你 它在未来能够赚多少钱了 就是从我们刚刚说的净订单数上面就能够看得出来 因为客户都是提前好几年去买它的设备 那今天呢我们呢就会知道它在未来会不会去赚到钱呀 这超前的预判能力啊就连现在的AI加速器巨头NVIDIA都没有 虽然NVIDIA的Hopper和Blackwell系列啊很好卖 订单啊也是接到手软 但是Blackwell之后的Ruby会不会很好卖呢 这一点啊我们都无法确定 因为客户不会像买ASML设备那样 超前好几年去买NVIDIA的Ruby 另外啊市场上还有AMD和一些初创公司 虽然他们的芯片技能没有NVIDIA那么强 但还能够用性价比呢也非常的高 咱们可别忘了啊还有英特尔老大哥呢 他也有在做AI加速器啊 Gaudi 3 is bringing forward to our customers 所以啊就算是AI算力甚至生态都接近满分的NVIDIA 它还是有竞争对手的 但是咱们的ASML啊非常的厉害 它是没有竞争对手的 尤其是在5m之城以下 它可以说是无敌的状态 勉强算是够格力点的两位对手啊都是来自日本的 就是我们熟悉的佳能和尼康 它们都在做光刻机 但啊都还没能够造出大规模生产最先进制程的光刻设备 虽然佳能在搞纳米压印技术 理论上是能够生产2纳米芯片的 但是啊这也只是在理论上 目前啊最多也只能生产5纳米制程而已 所以在技术上跟EUV啊还差好几条街的距离 放眼整个业界能够跟ASML一样 在技术上啊大幅的领先同行 然后产能上呢也一直爆满的只有台积电啦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净订单对于ASML的意义有多么重大了吧 所以它现在的净订单减少啊就相当于直点了当的告诉你了 在未来ASML的产能啊未必能够继续爆满 营收肯定也会减少并且啊幅度不小 好了那原因我们知道了 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到底是哪一个部分的订单减少了吧 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的话 会发现它全部全线业务的订单啊都减少了 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它技术水平最高的那一个部分吧 半导体的奇迹人类科技的最高点 这两个词用在ASML的 Hi NA EUV光刻机身上啊真的是一点都不过分 这台在2023年12月才出货的最新一代的ASML旗舰光刻机 跟旧一代对比来看啊把本来的0.33孔径升级到了0.55 把解析度也从13纳米提升到了8纳米就能够把电晶体的密度增加了2.9倍 这对于3纳米和更先进的制程来说啊非常的重要 不是必要哦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说 那虽然听上去啊感觉很简单从0.33孔径升到了0.55 但是实际上操作起来啊需要用到非常多的黑客机 首先啊我们先说一说光刻机在技术上有多么的难吧 哎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然后我们再说一说它的这个升级到底有多么的厉害吧 首先啊EUV用13.5大米波长的光来进行光刻微影制程 也就是我们说的极紫外光 这种光机会不会被所有的物质吸收包括空气 所以整个制造啊必须要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下完成 那另外呢传统的镜片啊无法去聚焦这种光 所以光刻系统需要用到一种特殊的镜子 需要有几层木和硅图层的镜子来反射和聚焦极次外光 那要把孔镜从0.33增加到0.55来提高解析度 正常来说呢只需要换一个更大的镜片来捕捉到更多的光线就可以了 但是啊在光刻系这个领域上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困难 它简直是去挑战了物理的极限 因为要用更大的镜片呀就意味着极紫外光 必须以更大的入射角度打在光照上 但这样做啊会让极紫外光完全失去了反射性 也就是等于它的光刻能力啊也就没有了 所以一般的硬件升级对于英语未来说啊是不可能的 那这个时候呢ASML的工程师啊真的是绝顶聪明 他们想出来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解决方案 一个非对称的光学系统 这个系统在一个方向上啊将微影缩小四倍 在另一个方向上啊则是把微影缩小了八倍 这样不均匀却可以让光线在适当的角度去反射 同时呢又能够达到极小微影的尺寸来实现更高的解析度 这个系统啊可以说是突破了光线反射的物理限制 那它啊也不是黑科技了 而是超越黑科技的超黑科技 而我将它里面引爆的时候固体变成气体 气体膨胀产生强大的力量 将了共诸逼出来 威力足够了断石分金 铁布衣当堂变成一件底衣 不过啊它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哦 它的缺点就是一个字贵 非常的贵啊 这样一台HiNA EUV光刻机 大家猜要多少钱 要3亿8千万美元啊 是不是非常的贵啊 它比普通的EUV光刻机啊 要贵一倍以上 还有就是要买一台这样的设备 还要给它完整的配套 首先呢要给它准备一个超大的 三层楼高的工厂大楼去放它 因为它又大又重 足足有15万公斤 光是物流这一块啊 就需要用250个木箱来去运送它 那另外呢 还要搭配上250位专业的工程师 花半年的时间才能够把它组装完成 光是这一套工序啊 就可以说它是人类科技界的顶流了 这么一台复杂的机器 要以ASML目前每年的产能来说啊 最多只能够生产5到6台 在2024年生产出来的5台 HiNAEUV全部都卖给了一个买家 大家猜猜这位大豪客是谁呢 总价值订单19亿美元啊 谁这么的有钱 这么的大手笔能够买下来呢 放眼全世界有能力又有需求的 其实也就只有5家公司 晶圆代工公司台积电英特尔 还有内存巨头美光SK海力士 以及什么都做的三星 我刚刚有说过啊 ASML的光合机都是超前预售的 那它2024年生产完的机器啊 算也算大概是2021年前后下的订单 那在2021年半导体业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没错在2021年啊 英特尔的CEO基辛克意气风发的推出了 四年五个制程的这个计划 哎呀真的是跨下了海口啊 而且呢那个时候啊 它也拿到了美国政府的补贴 所以答案也就显而易见啦 包括第一台和接下来 2024年生产完成的五台 High NA EUV光刻器 出手购买的都是豪客英特尔 当时的它们啊真的不差钱 但是呢几年下来了嘛 和当年的意气风发对比啊 现在的英特尔啊 深陷财务分极啊 可以说是冰死的状态了 英特尔的五个市场里面 英特尔的产量非常的低 20A更是完全砍掉了 而最后一个制程18A 潜在的客户博通 测试了产品之后呢 完全拒绝收获 它认为啊 根本就没有达到 可以大规模生产的这个水平 短短几年的时间啊 英特尔晶圆代工业务 就已经赔了超过100亿美元了 是不是真的很夸张啊 所以啊在大手笔的 买完了这六台 High NA EUV光刻器之后啊 估计很长的一段时间 ASML都收不到英特尔的订单了 至于另外的几个潜在客户 生产内存的客户 像是SK海雷士还有三星啊 才刚刚用上普通的 EUV光刻器来生产芯片 而美光公司啊 也还在使用DUV 要到明年的Eγ制程呢 才会使用上EUV 所以啊 内存公司 虽然最近都赚了很多 因为人工智能带起了 超高速内存的需求嘛 但是生产HBM 也没有需要用上 High NA EUV光刻器 所以啊 他们就根本不着急去换机器 至于需要生产 逻辑芯片的代工厂 像是台积电源啊 三星啊还有英特尔啊 他们自然是比较需要 High NA EUV光刻器的 因为像是手机啊 电脑这些逻辑芯片呢 都是比较需要 最先进制程所带来的 性能上的提升 和更进一步的去降低功耗的 但话啊 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它的需求啊 没有说是那么的迫弃 马上就得买的程度 老大哥台积电啊 早就找到了方法 用旧一代的光刻器 搭配一篮子的技术 来生产1.6nm级别的芯片 成本呢会比买新的光刻器 和改建厂房要划算的多 所以啊 他们也表明了 我们不需要去买 High NA EUV光刻器哦 而且啊 他们真的是挺厉害的 就连下一个世代 要推出的1.6nm制程呢 都可以用现有的光刻器啊 去造出来 而且凭着台积电 这些人们的肝呢 估计连下下世代的 1.4nm制程的芯片呢 都可以凭借现有的光刻器 制造出来 不过啊 他们也下单了 买来了一台High NA EUV 来做RND用 暂时啊 用来做研发 估计啊 在2024年年底呢 就会完成交付了 那现在老大哥台积电 都不大手术的去购物牌 那其他的人啊 自然也就是在 观光的状态咯 虽然啊 AI推高了局部半导体的需求 但其他的市场 像是PC啊 手机内存 甚至工业用的芯片 需求都很笔弱 大家都不想在目前 去投很多的钱 去搞一个在几年后 才能够用上的技术 而目前的风口 AI加速器 并不需要用上 最先进的制程来生产 因为他们着重的是 并行处理能力 而不是单线程性能 其实很多AI的工作啊 用旧一代的制程啊 就已经非常的够用了 像现在大家都很吹 很捧的 NVIDIA的Blackwell 它用的是4nm制程 而不是最先进的3nm制程 3nm制程啊 要等到下一代的Rubin 才可能会用上 等到能用上的时候啊 3nm也不会是 当客最先进的制程了 所以AI的浪潮再大呀 也无法带动 ASML新光刻机的销售 除了英特尔和台积电之外啊 最近问题多多的三星呢 本来也预定了一台新的光刻机 但是啊 他们好像又不想买了 一直拖着不付钱 有传言说啊 他们想要照过 High LA 而是等到2030年之后呢 直接去买 Super LA EUV光刻机 因为反正生产内存啊 也用不少 在未来的几个制程上面呢 也追不过台积电 倒不如啊 把资源投资在更远的未来 画个饼 在I世代去裹一拨 看看能不能弯道超车呢 所以啊 ASML现在的处境啊 可以说是心急如焚啊 本来呢 它的客户就那么几个嘛 大家都还不买账 然后呢 预计是2024年 是有年产舞台嘛 还想要在2028年的时候啊 把这个年产推到20台左右 那现在啊 它的这个销售压力啊 真的是非常的大 不过啊 High LA EUV 也只不过是 ASML其中一个系列的产品而已 它还有旧一代的EUV 和售价亲民的DUV可以卖呀 EUV的销量啊 其实也只是占了 ASML净订单的一半而已 那最多的啊 还是DUV 因为它价格比较亲民嘛 只要EUV的十分之一而已 那现在DUV最大的买家是谁呢 自然是对芯片需求非常大 又买不到EUV的中国啦 在2023年Q3 ASML 卖设备总营收的46% 通通来自中国 它也准备好啊 每年在中国安装 至少500到600台新的DUV光刻机 但是这个事情啊 有非常大的暗用 因为特朗普当选了 从贸易战到科技战 再到对半导体的限制出口 哎 特朗普这个人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未来会跟中国成为朋友 还是成为敌人呢 真的很难说 但普遍认为啊 它还是会对中国的半导体进行打击 如果它收起半导体设备出口的话呢 就连低端的DUV啊 也可能都无法再卖给中国了 那ASML的生命啊 自然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了 大家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它一家荷兰的公司 要听美国政府的话呢 哎 这个啊 我们就要说一说的背后的故事了 其实仔细的去了解它这家公司啊 就会发现它的EUV啊 光源啊 都有不少的美国技术在里面 而它最大的股东 前8位啊 都是来自美国的 加在一起的股份呢 就达到了1.5分之1 而它在荷兰最大的股东呢 就是ASML自己 ASML Holding NV 本身啊也只有1.54%的股份 所以不管是技术上啊 还是经营上 ASML啊 都很难脱离美国的掌控 所以啊 要是美国加大半导体出口禁令的话 相信荷兰政府和ASML啊 仍然会配合 但对它们造成的影响啊 也将会是非常的大 不过啊 还好的是 它们也不只是靠 迈设备来赚钱的 它们还有IBM In Stock Based Management 简单来说啊 就是给你售出的机器 提供售后服务 包括保养 升级系统 还有替换零件等等 这项业务啊 其实非常的赚钱 因为机器坏了 只有它们能修啊 那最新一个季度 IBM业务呢 给它们公司带来了 15亿欧元的收入啊 占了总营收的五分之一 最近几年呢 这个业务啊 也算是稳步的发展了 随着机器越卖越多 越卖越贵啊 能收回来的钱 自然是越多啦 连机器坏了维修升级 都能够去做成独家生理家 应该就只有ASML了 至于很多人都很好奇啊 那到底现在是不是 抄底ASML的好时机呢 我只能说啊 从它的股价这个反应来看啊 是能够看得出来 半脑底界最真实的状态的 因为COVID-19 一下子拉高了电子产品的销售 在之后电动车啊 也有来了一波神助攻 紧接着AI浪潮又来了 大家都对芯片啊 有着极大的需求 一波接一波 半导体业界啊 这个订单呢 也是一直接到手软的状态 所以在过去几年啊 几乎跟半导体产业相关的公司 营收股价都创了新高 作为设备业界的龙头 ASML也是一样 不管是哪一个产业 突然暴涨了之后啊 它的供需呢 在时间的消化下啊 都会慢慢的变得合力起来 像现在电子产品 卖的也没有那么火爆了 电动车的热潮呢 也慢慢的冷却下来了 AI那一面的热潮啊 也是差不多的 没有之前那么夸张了 那客户的订单少了 ASML啊的订单啊 自然就会变少了 这也是很合理的事情 不过啊 人类所有的科技 都需要芯片去来驱动的 那在长远的未来来说 半导体界的前途呢 还是一片光明的 作为世界最大的 半导体设备公司 就算在地缘政治的阴霾下 还有半导体下行周期的影响下 它的发展啊 依然会是相当不错的 只是因为它是ASML 是龙头 所以大家对它的期待啊 就会非常的高 就好比有一个天才的小孩 他每一次都拿A加 然后突然有一次呢 拿了一个A 那可能就会有人 对它的期待落空了嘛 但下一次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 它又全部都拿了A加的时候呢 大家又会去吹捧它了 所以啊 股价低一点的时候买呢 我觉得是没错的 何况它的净订单啊 完全就是半导体业界的一面镜子啊 我们想要知道半导体业界前景的看法呀 或者是未来的发展好不好啊 其实只要看它的净订单就知道了 那多了净订单 股价自然也就上去了 好了那今天关于ASML 五架爆雷的故事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啦 我们下个星期三五点见吧 拜拜